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先看到現在 在這個中東的部分 習近平來這個 當然是希望說 可以促進這樣的大和解 不過另一頭 美歐其實對大陸 還是有些分歧 因為CNN就說 無論是川普還是拜登 歐洲有一些人 是對認為美國 是不可靠的盟友 他們是怎麼想 就相信說 應該要走出自己的路 不是跟著美國 然後再討論說 如何面對中國 歐美呈現出明顯的差異 歐洲有高級的外交官員 就說不能過度依賴哪一方 他們無法相信 有所謂穩定的盟友 而歐洲的議會議員 他也說會拒絕 所謂的當人家的附庸 這樣子的感覺 他說夥伴40年來 沒有向任何人來投過一顆炸彈 那到底誰最符合歐洲公民的利益呢 這個答案是很明顯的 那面對增長的挑戰 歐洲也期待說 要和中國大陸來合作 挖掘潛力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個議員怎麼說 好 這當然也反映出部分人的心聲 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很多商業界人士 上市德國化工具頭巴斯福集團 就重申 將在大陸業務活動 還要加大力度 另外空巴也是直言說 看準了航空市場的巨大潛力 所以他們說在大陸 每年的交通量 是快於世界平均3.6%的 還有就是賓士的總裁也直言說 和中國脫鉤是幻想 而且也不實際 當然這個餅就是這麼大 就是擺在眼前嘛 這個現實 那現在還有 就是中國大陸其實對外交 也是主動出擊 針對著中東的部分 第一個上市改革安理會 王毅就提到說 應該要增加開發中國家的發言權 我們看到 科威特的這個 常駐聯合國代表 還有奧地利的常駐聯合國代表 像這個同框畫面 然後就說兩個人都讚賞 中國大陸致力於 加強聯合國的作用 另外是在這個 針對中東的問題 所謂這個特使 跟敘利亞總統見面 那阿薩德都大讚中國 在全球有發揮了 這個積極的作用 另外是敘利亞內戰 12年首見 那伊朗總統也說在5月3號 就要來訪問大馬士閣 已經是收到了 這個正式的邀請了 形容這個訪問是非常的重要 而這也是2011年 敘利亞內戰開始以來 伊朗的總統首度的 要來到訪這個大馬士閣 另外現在伊朗就批評 說美國是不可靠 那歐洲沒有義氣 所以要伊拉克別讓美國駐軍 這個講的話是 伊朗的最高領袖 哈米尼 那我們看到還有一個畫面 是伊拉克總統跟這個 哈米尼兩個人見面 哈米尼甚至還告訴 這位伊拉克的總統說 就算只有一個美國人在伊拉克 他都覺得險太多了 另外是破冰在這個中東部分 沙烏地阿拉伯 我現在說是尋求和黎巴嫩的 武裝組織真主黨來進行談判 說希望可以尋求外交關係的正常化 這個很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他也再一次的打破 遜尼派和實業派的凡黎 再來和伊朗和解敘利亞正常化的倡議 以及夜門的和平談判後 現在黎巴嫩似乎也是下一個 這個所謂外交要破冰的目標了 這問題是美國現在很尷尬 因為他們連這個南亞 可能都有一點狀況了 布丹就是說有意 要和中國談成邊界協議 因為主要還是因為認為 中國在全球的崛起 迫使布丹和北京達成協議 所以就有學者說 印度也很擔心 因為中國是不是在向布丹施壓 解決邊界問題 這件事情在印度媒體 也掀起了大家討論度非常高 當然就有說 這是印度正在購買 創紀錄數量的俄羅斯原油 說原油也成了爭議 因為本月他們有望成為 歐洲最大的成品油供應國 來源是什麼 因為是從俄羅斯 說他們從俄羅斯進口的原油 超過一天200萬桶 也估計印度的石油進口 總量是占44%的 亮哥怎麼看說 現在歐洲這個算是覺醒嗎 他們開始覺得說 我們不要再當別人的附庸了 我覺得有結構上 還有短期的原因 結構上就是 歐洲並沒有要稱霸 只有美國想當老大 所以不讓中國崛起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中國距離歐洲很遠 所以不太可能有地緣政治上的矛盾 第三就是他並不是以金融業高科技業為主 所以他跟中國經濟的互補性就非常大 事實上他在東南亞崛起之前 貿易就是第一名 所以 而且我們講短期因素 就是歐洲今年的經濟很不好 今年國際貨幣經濟一般估計大概只有0.7 所以更不能放掉這塊大餅 當然是 我們一看廣義講亞洲 可是亞洲 東南亞跟中國大陸是連在一起 所以他們當然希望能夠有一些發展 我覺得還包括最近發生的事 就是習近平打電話給烏克蘭 讓俄烏戰爭的勸和促談 看到了曙光 這個事實上符合歐洲大部分人的利益 因為人員跟糧食的價格都高漲 最不利的就是歐洲 我們不要講烏克蘭 最倒楣就歐洲 所以歐洲當然是樂見 俄武戰爭趕快有一個結果 這部分你就可以看到美國領導的北約 事實上立場就跟歐盟不太一樣 我覺得歐洲就是歐盟為主體 可是因為他長期就是軍事跟政治 都被北約壓著 現在逐漸的 他們的自主利益的聲音在崛起中 所以他們 我覺得他們也要找一些 比較明確的跟美國有不同的做法 大家才會看得更清楚 目前只有口號 說我們要有獨立自主的看法 可是具體政策是什麼 比如說馮德蘭恩講 我們沒有要脫鉤 我們只是要去風險化 但是請問差別在哪裡 布林肯他就給你玩話術 他說兩個都一樣 所以你最後一定要講說 我去風險化跟你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美國是一刀切 像5G華為他就一刀切 通通都不行 人工智能通通都不行 半導體通通都不行 你歐洲可能就要說 你只要沒有違反我的安全規範 我就准 可是他逐漸要有一些項目出現 可是目前你還沒有看到 比如說荷蘭的ASML 也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跟進 你荷蘭也是歐洲國家 所以大家在看 還在看他在具體的項目上 能否跟美國有明確的差別 比如說中歐投資協定要不要審 這個如果啟動來做審查 那歐洲跟美國就開始有分野了 大概是這樣 老師怎麼看說 當然現在中國大陸在外交上 不斷先出手 包含像我們看到中東所謂大和解 當然很重要歷史意義 不過現在這個當然是不是也顯見說 中國大陸在處理外交上 跟美國有很大差異 對 因為美國在處理外交的時候 是站在美國的利益 而美國的利益 他基本上是拉一派打一派 或者是挑撥另外一派 因為他認為彼此之間的矛盾 衝突越大的話 他軍火上的利益越多 而且這樣的情形 讓這一些相互打仗的國家 因為他們都沒有生產 戰略性的武器 他們對於美國的依賴就會越重 所以在安全上依賴會重 武器的需求量會大 這樣的話 美國控制他們的可能性就越高 所以對美國人來說 處理中東問題並不是真的要解決問題 而是製造更多的問題 而中國大陸剛好相反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確實需要地區的安定 穩定和平 那也就是說 每個地方的安全穩定和平 有利於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的 整個大戰略的發展 那你想 根本的利益角度都不一樣 所以中國出手的時候 他基本上獲得當地國的信任度 就比較高 例如說這一次的安理會的改革 對美國人來講 就想把他的G7都拉進來 例如說包括德國 然後包括日本 甚至義大利都不排除在外 但中國大陸也看在那樣 而且美國還想再拉一個人 那就是把印度也拉進去 那這樣的話 對美國人來講 我在安理會中我的常政理事國 我的控制力就比較大 那中國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中國推出說 發展中的國家的利益不能不考慮 那發展中的利益不能不考慮 你美國人如果只要不考慮的話 你美國人整個跟 100多個發展中的國家 例如說你南美洲也要有幾個代表 中美洲是不是也要有代表 非洲也要有代表 亞洲也要有代表 都是發展中的國家 所以你東盟是不是也要有代表 美洲組織也要有代表 那你這樣子各個人一來的話 那對美國人來講 他所要組建的那些親美的 能夠控制的團體就瓦解了 這就是中國大陸在較量重的 一種權力上的制衡 我個人倒覺得這個哈美尼他本身出手 這會有幫助的 為什麼 因為哈美尼他本身是 什葉派的精神領袖 而伊拉克目前的執政者 因為伊拉克他本身是什葉派多 遜尼派少 所以哈美尼對於什葉派的影響力 存在的話 他現在已經出手了說 美軍不應該駐守在伊拉克 這個就會給執政黨的 伊拉克的這一些政府的官員 他們會構成壓力 他們會去思考 那怎麼情形下讓美國人離開 那這個部分裡面 我個人覺得會有產生影響力的 所以美國能不能最後也守不住 伊拉克這有可能發生 阿富汗已經沒有了 伊拉克也可能沒有 不單事實上中國採用的是交換領土 這個交換領土 印度很著急 如果交換領土成功的話 那你想對印度來說 他又撕掉了一個 他所控制的一個國家 傅斯林怎麼看 我認為中共現在 他的國際戰略 就是他講的是外交和解 我們叫中東大和解 包括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的遜尼派 什葉派是伊朗兩個大和解 兩個以前的水火不容 水火不容之後兩個核戰 現在兩個已經握手了 一握手之後造成小和解 為什麼 夜門的政府軍跟反政府軍 後面本來是沙烏地阿拉伯 跟伊朗所支持 兩個大哥和解 他下面小和解也產生了 現在第二步就講到 就是敘利亞 敘利亞敘利亞後面的 他的反政府軍後面也是 也是他們的支持 現在伊朗一支持 俄羅斯也支持阿塞德 伊朗也支持阿塞德 其他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 現在這個敘利亞會小和解 因為燕門已經小和解了 現在這是敘利亞小和解 這個小和解完畢之後 整個中東局勢剩下最後一個 黎媽倫的問題 就是以前巴勒斯坦的問題 這個問題 因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他們都旁根錯節 這很難去解決 這個還要是時間 我們現在轉移到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這個和解 跟俄羅斯之間的和解 我認為出來的叫做是中國大陸 中國在出來 所以他們最近有通話 通話了 這個澤勒斯坦跟習近平通話了 而且我們知道在上個月 那個習近平還到 對不對 還到俄羅斯跟普廷 還在那邊會談 在這個狀況 所以他兩邊都見過 俄羅斯的國家領導人 跟烏克蘭的國家領導人 他有通過電話也見過面 這個跟俄羅斯跟中國大陸是 合作不封頂 戰略協作不封頂 他跟烏克蘭之間 是有軍事上的以前的這方面 非常密集 不管航太業 還有做這個我們叫做